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带你来看到花莲县选举委员会举行委员会议 考量副理箱补选完成期限以及公所编略预算等等的因素 决议副理箱第19届乡长补选投票日期定于6月18号来举行 副理箱长当选人张荣荣去年12月25号拒绝就职 乡公所二度通知仍然不就职 依照规定必须在初缺日三个月内半补选 请到选人张荣荣女士就位 请到选人张荣荣女士就位 两次的宣誓就职典礼就是看不到张荣荣身影 选委会发出新闻稿表示 副理箱第19届乡长当选人张荣荣为一宣誓条例 于今年3月24日完成宣誓 适同缺额 华林县政府含请选务机关依地方制度法第82条规定 于三个月内完成补选 也就是因于6月23日前完成补选 政府会依照我们地方制度法第82条 我们会喊请这个地方的华林县选委会 请他们三个月内完成补选 有关候选人登记公告 选委会将在4月18日发布候选人登记时间 地点应被据表件及应缴纳保证金数额等事项公告 候选人登记从4月24日起到26日至于复理箱公所受理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